What's going on everybody, it's your boy Akon 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继续为大家分享我在纽约的潮流故事 最近纽约发售了一双鞋 这双鞋很多人去关注,很好看 那么到底这双鞋是什么样子的呢? Ben Air Force One What the New York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Air Force One 做成这个样子的 What the 系列 What the 系列就是像之前的那个 Air Jordan 一代黑红蓝 这样子的颜色就是What the What the 意思就是 它会把不同文化元素的颜色 还有或者说材质 灌输到同一双鞋子上面 做成一双What the 系列 Air Force One 在很多的美国人心目当中 特别是Nike粉丝当中 它占据的位置也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它是代表人有约街头的一款鞋 全白色的Air Force One 一直都是搭配衣服刷街的一款神器 而且物美嘉宁 A方也是非常喜欢Air Force One全百戒的颜色 那么今天这一双就更厉害了 除了为大家带来Air Force One这种情外之外 它在设计方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 纽约的元素 斜的左脚上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后面这一块材料 适合做成的篮球的体质是一样的 是像篮球致敬的意思 说到篮球 然后又一次向这个篮球致敬 蓝色还有这个城市 就是代表人纽约城市的这一个 NBA球队 纽约尼克斯 番茅的熔皮 这一块的颜色呢 据说是向美国纽约的自由神像的颜色致敬的 中底的颜色呢 是向纽约的著名的棒球队 纽约YANKIES之境的 前面缝布这一块呢 粗暴的这个缝线呢 又有点之前的 office联名这种结构主义的感觉 这双鞋两边的这个 nike 钩子 也是做成了不一样的材质 每一双鞋的左右两边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鞋垫也是做成了不一样的颜色 上面印证纽约 这样的字体 无论材质设计或者是文化这个含义 我觉得这双鞋都是 可以打一个满分的 然后赚起来的发售价呢 是130美元 发售之后它的二级市场价格 stockX上面已经挂卖到400美元以上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双 Nike Air Force 1 Water New York 你会用手吗 觉得值这个钱吗 不是 因为之前看了我视频 我应该知道在纽约 就是在布鲁克林黑眼区里 买鞋非常的有趣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 纽约这个球鞋的鞋垫 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好奇心了 那今天呢我先去一下 纽约周围的城市观光 看看周围的鞋垫垫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不然我不知道等会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纽约的兄弟城市 新泽西州 去看看 新泽州 Yo what's up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泽西的一个商场mall 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购物体验 然后大家先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 穿了我最喜欢的这个 被Hannigan的联名 然后呢脚上穿了个 遗袭的鞋 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呢 还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 简单粗暴 街头辨别度 然后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Kai 那今天呢 听说才有些是要跟大家说的 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叫做牛肉哥的一个人 听说他想把AJ的价格 哇这样那么大 那么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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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你的梦想要破灭了 我今天让你看一下什么要做 AJ的价格往下咋那么一长啊 咋那么一长啊 咋那么一长啊 那你今天有什么策略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Flocker 现在这里呢 也没有什么好写了 好像 Fampozy this 只是迷彩居然特价了 原价230 剩下189 发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些我喜欢的鞋 比如说这一双是白色的Air Jordan 13代 觉得非常的有Legos无人的感觉 这是一双最近发售的Air Jordan一代米 叫做豹纸对吧 这是一双飞动的灵魂 这个颜色升胶底 现在这个飞动的Adidas没有这些那么合 这里有一双迷彩的时代 第一次见这是一个新的颜色 Korjo三代的NASA 这个银式我挺喜欢的 这一双乔西衣不是一般的乔西衣 它是一个Family Pack 所以这些鞋都是150美元以下的 我看一下有什么好鞋 科比一时代精英7码 哦这是一双二手的75台 然后还有什么 哦这个有点像Supreme和Nike的SP 但是它是一双第一棒的Air Jordan 所以他 wallet 这个也是二手的吗 一百美元 四四五码 这一双呢比较少签 还有CUN Jordan三代的这个 International 这就是二手了 好了 没有了 这一件Belong和Nablehood的联益 看一下价格 BelongNablehood 250美元 东广还有另外的颜色的 Marcelo Boron 200美元 Off-White 300 还有一些Vintage的球衣 西雅图的杜兰特 好多Vintage啊 这里 看一下有没有我 Hey Guys 我要找到了我的最爱了 Vintage Tea 这个美国老名 看一下 这家还可以哦 这个是一个棒球手 这个要50美元 泰肯尼克号 Rose and Jack 这一件是JZ的一个演唱会 Bang T 这一件老鹰呢 为什么这么贵呢 对对的 250美元 OMG 好了 看这么多 我就觉得这一件特别的好看 在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Seprene 一些很老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件Seprene 一个Winches 20 真的想不到啊 100美元 这个去年的 nice shoes thank you bro preciate you 给大家看一下我穿上这个T 的这个效果 这里有点暗 但是呢 整体还是不错的 Look at this I got black I got white What you want Hop outside the ghost It's a vintage is everything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Right That's the key Right Can't go wrong with Vintage Something's always worth something to somebody Right That's the key Like somebody's girlfriend always 你知道嗎?你一定會知道 你一定會知道 這就是營業 這裡的營業 我們嘗試吧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很羨慕會在這裡 兩年來 兩年來? 希望你的行業在這裡 對,我很幸運 如果你沒有機會 你必須簽名 你必須簽名 床上簽一個字 我就簽一個 Acon吧 Acon 2019 40 什麼話 我們今天辛苦了一整天 看一下 這個鞋狗的 買鞋的戰機 這裡 一大堆的 Carrie Irwin 五代 這順便等一下說 有一些話要跟 牛肉哥說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這一雙鞋 跟牛肉哥手上那一雙鞋有點不一樣 你看這個馬數 這款是在美國4.5 但在國內是36.5 但是牛肉哥拿了45碼的鞋 明白國內有幾個人是穿45碼的 然後他把那個價格打一打 他不用把那個價格打一打 價格都已經不行了 我覺得他的意思是說 牛肉哥 拿著那些不幾錢的大馬鞋出來說 要把那種A901 大的價格打下來 那其實他手上的這雙 這個馬數呢是沒有說福利的 如果你 拿了店裡面隨便都能買得到的鞋 肯定不會長進去 OK那其實今天呢 我跟一個 鞋股 開老師走了 金德西很多的地方 那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好累 然後呢 去了商場 裡面基本上都是 看完了就走了 然後像周他 覺得有價值的鞋 然後呢我就 剛看有什麼鞋 適合我自己的話 然後我發現呢 今天說話呢 唯一說話就是 那個被剪輯 呵呵 那其視頻再見了 我現在已經累了 說話的 很無故情了 因為是 A901 這個事情 今天就在 好嗎